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 我是心肌律师和郑平医师网历会 身为美国抗老基在生医学会认证的抗老专科医师 我实施预防医学以及抗老医学来治疗以及保养我的客户 到现在为止已经16个年头 到现在呢我还是一样每年会回去参加美国抗老基在生医学会的世界大会 不断地把薪资提取回来带给我们国内的观众朋友 因为我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只有你自己掌握 现在的医学已经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了 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来保护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家人 也有这样的一个知识来跟你的医师做对话 所以你一定要订阅我的影片 我每一个礼拜都会上传一则更新过的影片给各位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呢 这16年来我在我自己身上切实实施的抗老措施 低碳饮食的话各位也可以去称之为是生酮饮食 是在2016年到2018年这之间实行的 那2019年之后呢我就改用168断食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到最后我会给各位比对呢 我用生酮饮食的时候我整个的抽血数值 还有我用168断食之后的抽血数值 究竟呢孰优孰劣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1920年开始的时候呢 是先用在非常难以治疗的癫痫患者身上 可能各位会念癫痫 那那个时候呢实施的方法就是呢 帮他们把热量卡路里的摄取啊 把它控制到淀粉跟糖只占一天的卡路里的5% 这个油的话会占到75% 所以呢各位就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以为说低碳饮食要吃很多的油 甚至要毛起来喝油哦 但其实呢低碳饮食的核心重点呢是降低淀粉跟糖的比例 在今年的史丹佛大学 他们又发表了一个关于这样的一个低碳饮食 或者说是生酮饮食 在于mental health在精神健康领域的这一方面的治疗呢 他们用在躁郁症以及思觉失调的人身上 那首先就是他们发现到说 这些精神科的用药啊 患者呢出现了一些胰岛素抗性啊 血糖控制不好 体重控制不好 血脂肪控制不好 有一些代谢症后取 那他们就想到呢 他们可以改善他们的饮食 于是就让这些人尝试了低碳饮食 那这一次的话 他们的低碳饮食的油的量呢 有比较减少一点 他们这次是用到六成 没有用到之前我们看癫症的75%那么多 那他们这一次在观察了四个月之后呢 发现其中有将近八成的人 他的精神状况都改善 不但是他的血脂肪或者是血糖改善 连他的躁郁症跟思觉失调 发作的频率 还有这个发作的强度也都改善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你的脑要怎么样呢 跟你吃的东西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低碳饮食 还用来生酮减重 生酮减重就是因为呢 当你低碳的时候啊 你的淀粉跟糖分的摄取减少的时候呢 你身体会产生酮体 你的食欲会受到抑制 不会渴望吃东西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 就可以帮助你呢 认认真真的实施减重 当你的淀粉跟糖分很少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就不得不啊 他必须要去燃烧脂肪来提供给你身体做能量跟热量的来源 所以他又可以帮助你呢 燃烧你的油脂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躁郁症跟思觉失调之外呢 各位可能在前几年会在媒体上面听到说喝椰子油或是吃椰子油可以改善失质或是预防失质 这我们也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因为呢椰子油它有三分之二啊 全部都是中链油 中链油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油的化学结构上面啊 它的碳原子的数目 如果是介于6到12个 那这个就叫做中链的油 如果是小于6的话 它是短链的油 如果是大于12的话 它是长链的油 那么6到12的这一段 最可以啊 帮助你的身体生酮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呢 提供酮体 给你的脑细胞用 就会建议你说你要喝椰子油 或是吃椰子油 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呢 椰子油虽然三分之二都是中链油 但毕竟它还是有三分之一 不是中链油 那你如果吃椰子油的时候 长链的油你也吃进去 就会造成你心血管的问题 所以等于呢 你虽然提供了很好的铜体 给你的大脑去用 但是呢 你又制造了你心血管的风险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真的要用中链油的话 请你直接去买 制备非常良好的中链油的产品 那最好呢 这个碳原子的数目 介于6到8跟6到10 这样是更好的一个中链油 如果你用椰子油的话 除非你非常的年轻 你真的相信对于你的心血管 不会有任何的妨碍 那你再去尝试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讲到的是呢 到底我们用这个低碳饮食 会不会造成铜酸中毒 因为呢 当我们提高身体里面的铜体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就会劝你说 你可要小心了 这个很危险 可能你会铜酸中毒 事实上呢 在使用低碳饮食的时候呢 或者是呢 在饥饿的状态之下呢 或者是呢 真的喝了中链油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铜体确实是会微微的升高 但是会从本来大概是0.1升到7跟8左右 真正会铜酸中毒的话是在糖尿病的状况之下 它酸中毒 它身体里面的PH值呢 没有办法维持 没有办法控制 它的铜体会升到25 但目前的研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各位不要一直去担心铜酸中毒 可是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低碳饮食 对于糖尿病的人 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改善他的血糖的状况 有这样一个实验就是 仅仅只有两周 我们去把糖尿病的人 他们的淀粉跟糖 把它降到每天20公克以下 他就明显的 他的血糖可以从135降到113 他的糖化血色素可以从7.3降到5.8 他的胰岛素的抗性 他可以整整改善7乘5 那唯一要考虑的就是 如果这个糖尿病的人 他本身有在吃降糖的药 或者是有在用胰岛素 他就要小心不要弄到自己低血糖 所以这里也再一次的跟各位强调 你真的是要具备知识 知道如何的去调控这一些的东西 你才能够真的帮助你去尝试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知识的话 随便听人家讲什么就做什么的话 可能就会给你自己造成危险 听到这边各位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按一个赞 那也欢迎您在底下留言跟我做一些讨论 那我们看到低碳饮食 他既然可以对失智有帮助 对癫痫有帮助 对糖尿病有帮助 又对躁郁症跟思觉失调有帮助 我们来看看他在我身上实施 到底是产生什么样的好处 我刚刚讲到我是在2016年到2018年 这之间实施的低碳饮食 我的实施的核心就是把每天的淀粉跟糖降到50公克以下 那我是完全不喝油的 那么我怎样去能够让我自己不去渴望吃东西呢 是因为我自己会用一些定序苦瓜生态 来帮助我调整我的体内对于糖分的那个渴望 把它压制下来 如果是在现在呢 还有各位可以尝试的一个东西呢 是AKK菌 Acromancia这个菌呢 是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产生一些 类似像肠密素这样的一个效果 现在大家说的很红的那个减肥真瘦瘦比 它也是肠密素的一个相似物 那么AKK菌这个益生菌也有这样的效果 各位可以去尝试 那当时我用的是定序苦瓜生态 不是苦瓜粉也不是苦瓜萃取物 它的生态的排列的顺序是必须要是固定顺序的 所以它300公斤只能够提炼出1公斤的定序苦瓜生态 那用这样的东西可以有效的抑制我对糖分的渴望 帮助我能够完整的实施 并且长久的实施低碳饮食 那么我就是完全不喝油 那当然呢碳水化合物我也把它减到很少嘛 那到底这50公克的淀粉跟糖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吃的青菜里面 它里面就有碳水化合物 所以呢你根本不会完全的缺少碳水化合物 你光是吃青菜你都可以得到50公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 那么水果吃不吃呢 跟各位讲我是不太吃水果的 或是说我吃的非常少 因为呢我们现在的水果是基因改造过的 它其实非常的甜 它里面的果糖仍然是属于淀粉跟糖类 那么再来有客户来问我说我都没有吃糖 我只是加了蜂蜜 那么我做面包的时候我也没有加糖 我做果汁的时候我也没有加糖 我今天精力糖打了之后我加的是蜂蜜 蜂蜜一样是淀粉跟糖 仍然要把它减掉 因为我水果也不吃的关系 所以我也会给我自己补充非常优质的维他命 我不会让我自己造成一个营养不良的状况 那现在跟各位呢就来公布我在实施低碳饮食 还有在实施168断食或是204断食 两种不同的时期呢 我的体内的抽血报告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做了一个检测去看我的低碳饮食的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空腹血糖是维持在76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我当时没有断餐 我每一餐都吃 只是我就是没有吃淀粉跟糖 那青菜里面已经有了 我刚刚也提到过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我的胆固醇192 我的三酸甘油脂的话是38 所以从我的三酸甘油脂 各位可以看到我是不喝油的 所以我的三酸甘油脂才能够维持的这么好 然后呢我的高密度的胆固醇 就是那个所谓好的胆固醇呢 我仍然是有维持的非常好 是91坏的胆固醇 也就是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的话呢 我维持的是98 这个控制非常良好 我的胰岛素 空腹时候的胰岛素 这个也建议各位要知道自己的一个状况 那我是维持在2.9连3都不到 那这是维持的非常漂亮 完全没有胰岛素抗性 接下来看在2024年呢 这个是我实施168断食 将近5年之后的一个报告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的血糖是维持在84 因为呢我断餐我是断早餐 所以我晚餐吃的比较多 因此我其实我的血糖 并没有以前在做低碳饮食的时候那么好 各位还可以看到呢 甚至我胆固醇是过高的 因为我可能蛋吃的太多了 还有我海鲜也吃的太多 因为我在晚餐的时候的量 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哦 这可以请大家去看上一集 跟各位介绍在1014168断食的时候那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的胰岛素还不错 还可以维持在4 4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 那我的高密度的脂蛋白的话 就是已经过百了 但我的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 也是没有像原来的低碳饮食的时候那么漂亮 那可能各位会讲说 因为你2018年的时候比较年轻 所以你的代谢状况比较好嘛 那所以我另外在2024年的时候 也给各位看一下我的绿泡刺激素 这个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性荷尔蒙的一个指标 她的整个人是年轻 还是已经快要变成老女人这样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绿泡刺激素是非常的漂亮的 所以表示在2024年的时候 体质状况也还是非常的年轻 这样子整个看下来 要跟各位讲 个人认为低碳饮食是比168断食 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状况 维持在更好一点 那请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一集 就是168断食 到底要不要做的这一集 请您帮我留言按赞跟分享 谢谢各位 我们会继续的为各位服务 提供最新的知识给您 谢谢各位